2018年在《综艺火星情报局》上 陈小云分享了她的瘦脸方式 争骨 虽边整边哭 可她咬牙做了将近十次 最后得到了这么一张小的 只有35马鞋斑大的脸 只随这么能忍和这么极端 是因为以前的她 失去过太多的机会了 陈小云十岁开始学芭蕾 作为家里的独秒 她不能让爸妈失望 为保持身材她吃不饱饭 为训练受伤更是家常便饭 小月四年级就累出了哮喘 梦想受到打击后 她并未数折就擒 她知道自己还年轻 她还有大把机会 知道游泳可以有效 抑制哮喘并复发后 她为改善哮喘病情 去学游泳练气 可怜她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的运动细胞卷这么发达 因为游得太好 差点进了国家队 后来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后 国家队的事也就黄了 然而命运多舛 陈小云因为先天哮喘 持续复发 不能继续再当一名舞者 所以她气质长相不错 周围人就建议她 去考课电影学院转行做演员 后来挑灯读书的陈小云 也真的就以专业课第一的成绩 考进了中研戏技学院 和宋艺成了同班同学 虽然是件可惜可贺的事情 但是残酷的现实也在眼前 在娱乐圈能出头的 从来不是专业课第一 而是某某学院的校花 所以那时候 长相放在娱乐圈并不出众的陈小云 接的戏不是贫困大学生 就是可怜农村姑娘 甚至于还要掩任后妈 她清楚自己身材好 身一软眼界不差 唯一显得拉垮的就是这张脸 为了能靠脸吃上饭 陈小云下了狠劲去整容 从双眼皮到开刀动骨 陈小云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整了多少次 她对变美的执着 就像她想跳芭蕾 想考中戏是一样的 都说努力就又回报 陈小云靠着这张饱受摧残的脸 终于在如意传里 颜值惊人了一把 当然惊人的 不管是这张精致小脸 还有她的惊艳程度 在拍出家戏的时候 她的哭戏分为两场 但是两场戏间隔40天 陈小云为了和40天前排的 上一场戏街上 达到眼睛酷重的效果 她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哭 还边哭边抽自己大嘴巴子 再后来让她真正出圈的是 超新运动会 可爱的大红蝴蝶结 配上郑重实环的好成绩 让路人都忍不住惊叹 姐姐这一件中的不是把患 而是我们的心呢 然后是游泳 陈小云不管有专业的游泳训练经验 还有着超级傲人的S身材 配上她的芭蕾功底 优雅身姿 让解说员都忍不住夸 太美了 在这里陈小云不仅积攒了好人员 还找了个小奶狗 本以为是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结果却是眼下的刚开始 早在拍《胡珠夫人》的时候 陈小云就出现了感情危机 6月29号是陈小云的30岁生日 杨幂等人都率先发了祝福 这群人里 唯独没有身为男友的于小彤 翻看微博 于小彤三个字也被删得干干净净净 他们这一队从一开始就不被祝福 不是因为姐弟脸 而是因为于小彤的超强控制欲 那让人窒息的绝望感 搁着屏幕都似乎是顺离其境 陈小云只是随手放了前男友的歌 于小彤就火气窜天的 非要看陈小云的手机 陈小云一直没梗 于小彤就彻底发飙 直接靠边停车 对陈小云大吼 被吓得手足无色的陈小云 最终无奈屈服了 但摄警到这里还没完 于小彤又不依不咬地说 你为什么在车里不给我看呢 因为我看完就没事了 我就很简单 为什么要绕着圈 让我们俩吵架呢 不了解我吗 我进去听过呀 我进去听过呀 你看不看 我进去确实听过 你为什么要听过 在意连缓的咄咄逼人伞 陈小云崩溃着给她道歉 知道我这件事情 我答应过你不听了 又听的是我的错 可是你也不能这么说我呀 我又不是说真是要说背叛 你还是怎么着 就是你的态度会让我觉得心虚 我觉得自己错了 可是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错了 这一段看的人超级压抑 难道分手后 连喜欢的歌都不能听了吗 这种过激的反应 完全就是低龄幼稚 以及不成熟的表现 除了于小彤不靠谱外 她妈妈也略微奇葩 她曾在节目中公开表示 说希望于小彤在35岁以后再结婚 把工作放到第一位 不要牵扯精力 晚点谈恋爱 晚点谈恋爱 越晚越好 像黄晓宁学习 最低35岁以后 现在有个 有 有 有啊 所以觉得她现在谈恋爱 还是太早了一点 我是觉得早 晚了她说我又不听你了吗 我说你不听我了 你没有护口本 你看你能不能等我 妈妈觉得儿子应该在35岁以后才能结婚 那咱俩就算了吧 算了吧 陈晓云比于小彤大5岁 于小彤35岁结婚 陈晓云9点40 这就摆明的是 不想让两人结婚呗 谈上这一家 粉丝路人都在劝着姐姐赶紧脱离苦海 后来陈晓云终于觉悟了 还在另一个节目上说 不会再找弟弟了 这感觉就像是找了个儿子 你试试你就知道了 结果这姐姐一转眼就打脸了 92年的谷家成又比她小 而且这弟弟的故事也不少 她前女友叫巴巴子 是个恋爱脑网红 因为谷家成连工作都给扔了 开开心心跑去横店 给人当老妈子的洗袜子洗内裤 不仅如此 谷家成还深守问妹子要钱买热色 妹子十万一百万 投资的那是在所不辞 然而谷家成却被狗仔拍到 搂热新欢进酒店的画面 妹子一气之下没走出来得了抑郁症 最要命的是事情曝光之后 谷家成不仅是软饭的 还装迷成瘾 说李线和他住上下楼 他去李线家蹭饭 结果任李线直接回应就是 不认识 他仍这么一个人 不知道是该为陈小云感到倒霉 还是惋惜 以前不知道这姐姐的男友 为何总是这么迷惑 如今渗入了解后 才发现 原来他他的男友们一样迷惑 好不容易靠着角色颜值 以及失败感情意外积攒的好人员 现在都被他这一张嘴给彻底败光了 杨幂怎么也想不到 会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人踩着炒作 虽然胡竹夫人里 她是毫无悬念的大女主 但是风头却被纯粮无害的提兰给压下了不少 追剧这让头的姐妹都跑去 毫不吝啬地夸赞了一通陈小云 在那么多的夸人评论里 陈小云偏偏就回了两条 一个说 看胡竹夫人 只看陈小云扮演的提栏部分的 一个说 陈小云是唯一亮点的 那谁那么尴尬 这哪是夸 这分明是把人架在火上烤 但就这样的夸赞 陈小云不仅接下了 对人说 谢谢夸奖 还谦虚地回复 蜜姐是我的偶像 虽说杨幂过了严谷我的最佳年龄 但纵行娱乐圈这么多年 还没说谁敢这么明目张胆 踩着他炒作的 这一步拉踩 不仅茶碗师座 还显得情商的地质 堪称无脑 如果真的不会说话 那就牢牢实实把账号 交给团队管理 如果自己一再口无撤了 那总会有舍进去的一天 这个前险道理 陈小云显示是不明白 当初陈小云参加浪姐 他本可以靠着漂亮脸蛋 过瘾舞蹈底子 转足路人员 但他却走货从口出 还上演了一场 让人目瞪狗呆的 小艺人把大明星 搞得崩溃大哭的戏码 专业唱歌的荣祖儿告诉他 他选的那段难度很高 还是开场 我比你更能表现情感 那为了公平 就试唱嘛 没毛病吧 但小云姐不愿意了 因为她没练习 不能唱 说着说着还突然崩溃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一定要逼我唱这个 在这么多人面前 就是给 我今天都不明白 我没有 但是今天要决定 你知道我唱的本来是不自信的 但你这样子让我暴露在大家面前 这个不是我的决定 我就鼓励大家一下 荣祖儿赶紧手忙脚乱的给他解释 说大家没有针对他 只想一起商量研究出合理的方案 小组所有人也都围着他各种吼 陈小云继续不停继续哭 成功的把荣祖儿给哭崩溃了 杀也不管了 直接哭着给陈小云道了个歉 说到不对 希望陈小云原谅他 这期节目播出后 陈小云被网友们指着鼻子吗 每次发微博都会问他 给荣祖儿道歉的吗 然而他却步一步让 不停把小组文苍白解释 抱不平的观众 他说自己现在热度很高 阅读量很大 品牌爸爸很满意自己 还让观众心疼荣祖儿的话 就去他那边留言 给他刷个热度 虽然讽刺着拉满 但没过几天 广告就被品牌爸爸撤掉 原来爸爸并不满意 在跌跌撞撞走到了总决赛时 他还将自己的微博小尾巴 改成了关你屁萨 这一波内涵让人大为震惊 虽说黑红也是红 但是陈小云的火候 似乎是有些过了 怪不得会有大把网友说 能不能等剧播完了 再把陈小云放出来 作为一个刚冒头的信任 自黑可以 得罪观众可以 但得罪同行 那可就不明智了 陈小云折腾多年 希望未来他的成就 能对得上他的努力